那除了上次所讲的生长素的功能之外 到底它还有什么特性呢 第一个它只注重在新生细胞 就是很年轻的 经顶根间种子的胚牙 或者是那个形成层 因为老的细胞没有受气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老的细胞 你喷了生长素它根本不理你 它没有受气 只有年轻细胞会对生长素有反应的 那第二个呢是 我们知道被子之后分为单子叶跟双子叶 双子叶对生长素比较敏感 所以它可以作为双子叶的除草剂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喷了这个生长素 我喷了生长素 这个双子叶植物就会快速生长 快速生长 但是你没有养分 因为你生长变快 你光合作用有变快吗 没有啊 所以就死了 这就是所谓的 又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你们发现有马儿 对不对 我要你长得快 但是你也是光合作用 并没有变快 你就死掉了 就是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它就死了 那我们就说它对双子叶植物比较敏感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的田里面 有很多双子叶的杂草 你就喷生长素 这些双子叶的杂草就会死掉 它是一个除草剂 但是对单子叶比较没有效 因为单子叶比较不敏感 不过好家在 很多的经济作物都是单子叶 稻米 大麦小麦高粱 都是单子叶 所以如果你今天种的是单子叶的作物 你发现你的农田中 有很多双子叶的杂草 你就会喷生长素 让双子叶死掉了 作为除草剂 但如果你今天的杂草 是单子叶的植物 就没效 因为它只对双子叶比较有效 因为双子叶比较敏感 好 那我们知道这生长素 会促进植物的延长 就是生长 那这个生长有个理论 叫酸性生长假说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当你一个植物系统 它不还矮矮的 我分辨生长素之后 生长素会促进你的直指帮谱 把氢粒子打出来 是不是让细胞外面变酸了 而这个酸会促进细胞壁 开始变松 当然本身酸就让细胞壁 开始间谍打断 本身酸也活化某些酵素 这个酵素也会让细胞壁变松 那既然细胞壁变松了 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hold住细胞 当细胞一吸水 体积变大 体积变大 这个细胞就往前往后 把细胞壁撑得很长 如果原来的细胞壁很密的话 你水进来了 你根本撑不大 因为细胞壁把你堵住了 撑不大 但今天呢 因为外面偏酸 外面偏酸 细胞壁就变松了 变蓬松 你一吸水 就可以把细胞壁撑起来 撑得大一点 这叫酸性生长假说 因为让细胞外面变酸 IAA会促进直直方浦 使得细胞外面变酸 而酸会让细胞壁变蓬松 变松 就可以把它撑大 细胞就得以生长 细胞就延长了 就生长了 这叫酸性生长假说 第二个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 那个生长素的运输 叫急性运输 就是呢 经顶分泌IAA向下运输 根肩分泌IAA向上运输 就是两端的IAA 向植物的中间运输 那这个运输是有方向性的啊 就叫急性运输 那为什么会有急性运输呢 跟酸性生长讲说有关 我刚刚不是说 IAA会促进直直方浦 让外面偏酸吗 所以整个细胞外面都偏酸 那IAA在细胞里面 是带负电的 叫IAA负 带电的 不能离开细胞膜 细胞膜是子容性的 那怎么办 它如果要离开细胞 我就设计一个孔道 让它促进性扩散离开吧 那么一跑出来之后 细胞外面不是偏酸吗 有很多氢离子 它又带负电 氢离子带正电 它们两个就结合了 形成IAAH 那这个物质不是不带电吗 不带电的物质 就很容易穿过细胞膜 这边就不需要孔道 不需要任何的孔道 这边是简单扩散 但是当你一到细胞里面 如果PH值就回升了 你的氢离子就掉下来了 而它又变成IAAF IAAF又不能离开细胞膜 因为你带电 那怎么办 就要透过这个孔道让你下来 那这时候你出来 就是促进性扩散 或叫便利性扩散 所以植物细胞 只要把这个孔道 放在细胞的下面 就能保证IAA 只能向下运输 一出来变成IAAH 又可以通过膜 一进来又变成负 负地又回不去 回不去了 因为不能离开细胞膜 这时候只要靠孔道 一出来又变成IAAH 又可以通过细胞膜 那现在这样的模式 是让IAA向下运输 这是指它的牙 如果今天是在跟 这整个图上下颠倒 这个孔道放在上面 就保证它只能向上运输 这叫做急性运输 所以IAA促进了直指帮谱 让细胞外面偏酸 可以说明酸性身上假说 同时这个外面偏酸 又加上这个孔道的位置 又可以说明所谓的急性运输 所以还有这些特性 所以酸性身上假说跟急性运输 我们也说完了 紧接着我们就刚刚提到 植物的不同器官 对生长素的 对那个生长素的敏感度不同 还记得那个吗 根 芽 筋 不同的那个 器官对于IAA的敏感度不同 那谁最敏感 这一个 因为根在这么低的浓度 好低的浓度就有反应了 所以我们会说根 它是对于IAA最敏感的器官 因为它在IAA浓度最低的时候 就已经有反应了 那根芽筋嘛 筋是最不敏感的 它必须要这么高的浓度 高浓度 它才有反应 就是刚刚那个图所说的 好 那我们也提到IAA是 斯兰酸转变而来 好 最后一个 也提到IAA跟乙烯有关系 今天如果你给一个植物 一些机械的植物 比如风吹 吹它 或是压它 或是打它 它就会分泌乙烯 乙烯是抑制生长的 它跟生长树 刚好是接抗关系 这时候这个植物 是不会长高了 就长得矮矮的 壮壮的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高山的树 都长得矮矮壮壮的 那我们生态系数说 因为长得高 会被风吹到 所以你必须长得矮矮的 我们生态的角度 角色 生态的角度是说 你长高会被风吹到 所以你必须长得矮矮的 这边是它的机制 因为它被风吹得 有机械性的压迫 它就会分泌乙烯 乙烯会让植物长得不高 而生长树就被抑制 生长树不产生 你就不会长高 你就只会变矮 就会长得矮壮 来比喻这个风的吹息 这是我们对于生长树 一些性质的说明 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 刚刚那个图提到这个 酸性生长讲说 跟极性运输 好 那也讲得差不多了 最后跟大家补充一点 既然我们知道 说什么的IAA 因多乙酸是天然而在 在植物体内有的 人类就仿造它的结构 那 因多乙酸嘛 就产生了不同的乙酸 不同的乙酸 例如说 二氏 二氯本氧乙酸 就知道是乙酸 加了一个关能机 叫二氏本氧 二氏 二氯本氧 那这个 这个英文简直 就叫tufordi 它是人造的 它通常是拿来做 双子叶的除草剂 那如果另外一个叫 耐乙酸 通常是在农业上用于 促进开发 防止落果 或是单性结果 你还没有受粉 还没受精 脂肪就长大变果实 或是抑制发 当然是指高浓度 还有增加收获 因为它促进植物生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分子结构 这三个植物物质 不管是人造还是天然的 都长很像 银多乙酸 二氏二氯本氧乙酸 跟耐乙酸 我们看结构吧 这是自然界存在的银多乙酸 这个就是银朵关能机 旁边就是乙酸 那这是耐乙酸 这是乙酸 这就是耐 这就是乙酸 这个呢 就是二氏氯本氧乙酸 你看二跟氏带着氯 然后它是本氧 好 所以它的英文简写 2 for D 所以后 你在考验上看到 IAA 印度乙酸 NAA 耐乙酸 或是2 for D 就是二氏 二氯本氧乙酸 它们都是植物的生长数 只有IAA 是自然的 天然的 其他两个 都是人工的 以上 就是我们对于植物生长数的介绍 然后 然后